大家高度关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了 与我们钱包最有关的金融领域力度很大 最亮眼的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呼之欲出 这个你组建的新机构将以银保监会为基础 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全都归大管 人民银行证监会的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职能也将划到新机构 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 这个话我们已经反复说了很多遍 新组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将成为全方位保护我们钱包的防线 股民们最关注的证监会也有很大变化 原来证监会是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 这次将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可以说是一个升格 信号也很明显 它的资本市场监管职责将得到强化 另外包括证监会在内的各大金融监管部门 将纳入国家公务员统一规范管理 其实不止如此 改革措施还有很多 但无论新机构的设立还是老机构的调整 都透露出同一个信号 那就是金融监管力度还将加大